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很多人就不会坚持到最后 这样就会把自己原来喜欢的表现出来 相信大家都知道刘涛的丈夫当年因为经营的问题 而导致自己的事情受到危险 欠了许多许多的费用 而他千辛万苦出去努力的工作 才算了 把所有的欠下的东西还清了 同时他还很顾家 所以大家都说他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人 而他也是这几年一直都是比较红的人 其在圈的地位应该和那些比较优秀的 大家都津津乐道的人差不多 他这几年以来 虽然事业非常非常的好 重新工作以后 以后拍了很多部影视剧 而他在圈里的成绩 大家也是可以看出来的 几乎前段时间的许多让我们吃瓜群众津津津乐道的片子都有他出影 而他的演技也是大家都有目共睹的 像他们这种人的生活 几乎暴露 在我们这种吃瓜群众的眼中 所以没说一句话都要非常的小心 否则有可能会断送自己的这么努力 一点一点换来的事业 他之前就给大家留下了非常好的形象 所以大家都认为他是不出的人 所以一旦有和之前的是不相符的事出现 大家都会开始讨论 这之前到底是不是真的 没想到这几天 他还真的真的出了一点情况 被网友们叫离开圈子 但是这个原因也挺让人意外的 事情是这样的 有网友就在网上 曝出了他的在工作的照片 看完后有网友就直接在网上开说他了 从我们万能的网友找出的照片中可以看到 拍戏的时候 他并不像给大家看起来的那样 秀莲喝水也是要助理帮着他喝 而且在喝完后 还要亲自帮他擦嘴 而他在工作休息的时候 却在一边自己干着自己的事情 一边玩着手机发着微博 这么看小便真心有些心疼助理 其实有些工作交由他们的小助理做是很正常的 但是像这种这么简单的事情 都需要让别人来帮忙 这样就不对了吧 毕竟助理也是有左眼的 然而不仅仅是这样 在他们休息需要换鞋的时候 他的小帮手甚至蹲下来帮他换鞋 因为方位的问题 所以这个鞋真的真的是换了很久 而他依旧是在一边玩着手机 对于网友们找到的这个 他这么对待助理的事 很多粉丝也是纷纷表示不相信 毕竟他平时都是一个做什么事都非常优秀的演员 这样的一位女性又怎么可能不公平 但对待他平时一直带着的助理呢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呢 读完本文记得关注小编您的关注 就是对小编汗水和才华的肯定 有什么想说 那也可以给小编留言哦 小编会在第一时间回复给大家 感恩 感谢 本文由小倩素娱乐原创